大陆第十届航空展明天在珠海开幕 这一次的焦点是大陆自行设计的 歼-31隐形战机 首度公开亮相了 而中式新闻也独家在珠海 拍摄到歼-31是非的情况 请看李锦华来自珠海的报道 歼-31隐形战机 10号早上在珠海机场练习飞行 在看不离前提早亮相 这也是航展最大亮点 各国军事专家媒体高度关注 珠海航展也成为大陆对外展示 空军及国防实力的重要场所 10-31是大陆自行设计的 高性能第五代战机 可低轰横滚 转弯半径小 快速空中斜跟斗 不少报道 常以10-31跟美国的F-35战机做比较 除了都是隐形战机 未来发展 也是可以在航空母舰上起降 不过军事专家认为 实际战斗力还有一段距离 但如果10-31正式服役 对台海安全还是构成压力 增加台湾的空防的负荷能量 那不管是真摄所谓的地对空的搜索雷达 还是所谓增加战机数目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 俄罗斯的苏-35战机 也少有的参加国际航展 有分是指苏-35这种重型战斗机 超激动多用途航程员 对地打击的特点 是大陆仍然无法做到的 这次到珠海展示 有可能是俄国有一项大陆 或其他国家出售 以上是中市记者李景华在珠海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